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回到第二節的《長經360》 今次的投資環節不得不提的 當然就是關於SEC控訴高盛這方面的消息 一定要問問有甚麼看法 其實昨日有消息說 在整個表決過程中 美國政交會SEC的委員因為他們的黨派不同 以至到根本上是表決不一 NACCC的主席 Mary Shapiro 和民主黨的委員都對指控投出了贊成票 而共和黨的兩位委員就反對指控高盛欺詐 亦都因爲這樣高盛股價大概在昨天下午3分鐘 由跌轉升亦都帶動了整個金融類股手高 突然間高盛這件事件是變得很政治化的 是的 其實Golman Sachs 一向都是支持Democrats的 即共民黨那邊 所以他們捐了很多錢給他們 所以這次這個事件 剛才你說的這個角度來看是相當有趣的 但是記住這個suit的起訴 是一個civil suit 即是一個民事案 不是一個刑事案 不是一個criminal suit 分別在哪裏呢 那個民事案那方面是容易證明很多的 但是罰的方面又沒有那麼重 所以總括來說 我想有好的機會 他們這個戰有排打了 但是有個叫做cockroach theory 我說蟑螂的理論 即有一隻當然有第二隻 有兩個意思 第一就是既然美國政府都肯起訴他 我想其他國家包括英國 今早已宣告了會考慮這件事 法國、西德、甚至加拿大 都有機會政府來起訴他們都不定 另外一樣東西就是 Golman Sachs美國最大的 但是有很多其他第二、三線的players 都會有機會被人起訴 如果Golman Sachs起訴成功的話 所以這件事我想有排行 但問題是在哪裏呢 問題是現在Golman Sachs出來 他們沒有否認這些證據 他們只是說 有沒有這樣的需要 他們將他們生意的交易 全部的秘密或者所有的活動 都要報出來 其實沒有這樣的需要 所以告不告得入就是一回事 但是我想這個故事的片段 會有很長片 話說來講 現在是因為民事訴訟 並不是刑事 所以告得入的機會比較大些 但是刑罰又會可能輕些 要問一下你 到底認為今次的事件 怎樣影響到Golman Sachs呢 以前Golman Sachs已經因為發放花行 它的play方面 已經令到這個民事怨聲再度了 今次就是說 它的金融產品 沒有將資料完全披露出來 其實Golman Sachs的形象已經大減 之前更加有一位公眾人物出來說 Golman Sachs已經是順遇破產的 其實Golman 講到尾都是 一向都是為自己的 為錢最大的 賺錢是No.1 priority 但是你見上星期五的股價 一跌跌了差不多 由上星期五到現在 跌了差不多十幾個% 十五十六個% 即是說 在市場的market card 那裏不見了十二個billion 那麽多 但起數它都是一個billion 所以其實可能有少少過度 但是上星期拖累 其他好像JP Morgan Bank of America 雖然出了業績 但是股價都被拖低 短期內其實這些金融股 都幾倍幾波動 幾難賺錢 但是今天有個分析者 我在報紙裡看到 又說Golman可能是一個很好的買入機會 有迷就有機 所以大家要做多些功夫 在這方面 但是我始終覺得 這幾個月 這方面的股價 比較難賺錢 沒錯 其他金融類股票 都因爲高盛而拖累了 上星期五 美銀出業績的時候 不升 反而跌了 但好幸好昨天花旗 本來街上 就估不到它會賺錢 最後都賺了些錢 所以昨天花旗的股價 都比較做得好 那你剛才提到 其實高盛出來之後 可能是開了個先行 有機會其他銀行業 都會被人高 那這個情況之下 其實有機會 讓美國方面銀行業 又再爆出多個問題出來 絕對有這個機會 有個危機在裏面 所以我就說 未來這幾個月 看看那些情況搞成怎樣 一路好像你說 有很多政治的角度 今年年11月 又是美國總統的 Mid-term election 國以中這個選舉 所以一路向這個方向走 我發覺 未來這幾個月 這些不同的消息 會一路影響 現在暫時來說 高盛的股價 已經反彈幾個% 今早的業績又這麼好 所以好似想盡快過一段 但我相信未這麼快搞定 沒錯 另外提一提就是 今日高盛於早上公佈的業績 無論是top line 還是bottom line 都是打破預期 每股盈利5.59 比預期高出1.58 至於收入方面 亦都比市場預期高出10億美元 今次高盛的業績之中 固定收入的業務 做得都比較好 而且它自己的TO1 capital 亦都升到15% 其實業績真的不錯 幾漂亮的 而事到高盛的股價 在早市的時候 一公佈的時候 真的起了2% 之後又回落了 升風力完全收窄了 最後大概升到0.5%左右 會不會是投資者 已經不把所有焦點放在業績上面 現在放了刀底 高盛會不會被美國告得入 又或者連歐洲那邊都要加起來 一起告它 其實如果你說這麼多的國家 歐洲或者加拿大一起告的時候 只是那些律師費都花不少 當然也會影響他們以後的生意 來應這幾個生意 例如你說聲譽那麼差的時候 會不會在上市或者其他 他們最主要的生意裡面有影響呢 所以暫時這麼不明朗的時候 我想投資者都會有一點點觀望態度 這次高盛的業績這麼漂亮 可能都會成為了暫時市場上面 一枝強心針 最後就是關於金融改革方面 之前一向有很多新聞就是 美國國會方面在討論 到底金融改革要不要通過 多少人投票等等 這次高盛爆發了這宗新聞之後 會不會令到金融改革 更加大機會會被通過呢 剛才我們講過了 用這個政治的角度來看 當然奧巴馬想這件事通過 所以SCC今次呢 即是經過Bernie Meadow化 許多醜聞之後 SCC好像沒有什麼用 所以今次呢 他們好像做一些黑馬威 即是要被人看到 SCC是有用的 可以控制到一些東西的 所以呢 有很多政治上的因素 但是這件事絕對 都會對這個有影響的 至於這個時間 我們先休息一會 廣告回來 其實還會討論一下 到底今次高盛事件 會不會令到市場出現一個盤證 而這個盤證又會有幾大的叭覆呢 我們廣告回來之後 再跟大家分析一下 我們下一次 我們下一次 下一次 再見 ج關 下一次 老闆 下一次 我們下一次